南韩以2比0击败德国,全队欣喜若狂。 法新社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 哇!凌晨是足塞大暴冷门,南韩以2比0赢德国, 瑞典赢墨西哥3比0,德国,南韩纷纷遭淘汰, 许多深夜没有熬夜的民众,一早起来听闻这个结果简直呆住, 完全无法置信,53岁实力派演员吴鹏凤曾拿过台北电影奖影帝, 电视金钟奖迷你巨戏王,在娱乐圈小有名气, 近日他也很关注世俗赛。 面对德国惨遭淘汰,他仍难以相信说, 上一届的德国队那么厉害,那么恐怖, 怎么会才4年后,程度就远远差这么多呢? 真是令人讶异,德国惨遭淘汰, 对吴鹏凤最大启发, 以后工作上有表现不理想的时候, 届时可以说,德国也有很懒的时候啊。 就是输给南韩那一届啊。 就在任党中处理想法和石链里面欧登库的事件, 就在任党中处理想法和石链里面欧登库小时, 这次是追击后会把销起来。 进一届子对 untuk没有人认可,